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刚下播回到家 看果不其然吧 这个嗓子又这样了 现在差不多12点多 快一点了 我们回到家 小西在煮螺蛳粉 小南再给我煮姜水面 然后稍微吃一点 好累啊 我感觉 真的就是直播完整个一个状态 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 就是你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 你的那个人是提在一个最高点的 然后你下播之后 那个就像这样放到地上一样 整个人只要瘫在那里 我就是下播之后 什么话我都不想讲 跟谁我都不想多讲一句话 感觉所有想说的 所有的话全部都在直播的时候说完了 真的是这样 你螺蛳粉煮好了 好的 好累好累 小西她吃螺蛳粉 等会就要回去了 我也吃个姜水面 今天晚上的话 我估计是没有教税的 然后因为要处理一下 我这几天状态真的好 我不在状态 我感觉好累好累 对我也觉得 心思也没有在直播上面 你想啥呢一天天的 没有 不是我真的是这样 我感觉我自己一场 真的很不在状态 你有没有发现 平时如果有一些粉丝宝宝 跟开玩笑 我也会一笑带过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 可能大家真的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的时候就会很影响我的情绪 对有点感觉 有点上头了 我觉得我这种情绪 真的是作为一个主播 是真的不对的 之前从来没有过 这一天就是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 就是调整一下自己 本来的话 月底的话还安排了一场 迪士尼的童装嘛 但是鉴于我这个状态 然后最后最近这一场数据的话 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暂时的先取消了 再给大家下个月安排吧 迪士尼的童装 这几天的话 还有三四天 我就休息一下吧 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 感觉之前的话 真的一忙心思 我只想工作 现在就不是 我要把之前的那个小贝 给找回来 不能再这样了 朋友们今天就是说 小贝下播之后 我们差不多是10点多吧 下播了 然后搞了7778的 到家是12点多 我现在吃完东西 估计有一两点 今天晚上估计是没有叫睡的 因为秒杀的一些 小贝店铺的东西 小贝要打单出来 然后让小男跟小妻发货 他们不会打单 估计搞完三四点 然后我一下波 我就订了早上七点的高铁 我要回湖南了 估计是没有叫睡的 因为我回湖南 想去办点事 怎么说呢 我这个状态不好 然后对吧 有些事呢 他得有一个交代 对不对 凡事都得有一个结果嘛 是的 我觉得你状态很不好 然后感觉自己上 直播心思都没有在这里 想啥呀 我状态不好 我就感觉你状态也跟不上了 对不对 因为受我的牵动 你就感觉有点乱 对 小男的话 我状态也不好 我就有点感觉 就感觉有点凶他 对 小男他今天下播 说小姐你今天对我好凶啊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 我对他凶 可能就是潜意识里面 整个人都比较一个激动啊 就是比较躁的一个状态 不太好 这种状态真的不太好 所以凡事都得有一个结果 我自己处理 可能明后两天的话 没有办法给大家更新 因为小北要去处理 自己的一点私事 等 等我吧 好不好 等我 等处理完 小北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然后我们4月份继续加油 4月1号继续加油 到时候正常的小北 就会回归回来了 看我们现在夜宵已经准备好了 小北的姜水面 小男的螺丝粉 还有我们那个小 小新的螺丝粉 还有我们小男的一个拌面 我电脑已经开好了 等会就给大家打单 来开吃 开吃了 看朋友们虽然说25岁的人了 还是像小孩子一样 喜欢喝娃哈哈 喜欢吃辣条 一如既往的喜欢吃泡面 还是个小孩子 我面前怎么有两碗 螺丝粉 教训面吗 我也有两碗 你看 不好意思 我杯子你们偷偷请费 吃吧 吃完了 工作 工作完了赶高铁 你明天几点了高铁 七点 那么早 然后我们还打单发货 现在来了明天早上 又不改签吧 太辛苦了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你想昨天今天又忙着直播 昨天又没睡几个小时 早上我们七点钟就起来了 明天会不会堵车 我在想 明天是 如果周一堵车的话 我得早点过去 周一要堵车 那你五点多就要起来了 起来收拾 六点多去门 没关系 我扛得住 可以 你可不能倒下 姐你倒下 我快失业了 周一哥哥上 周一哥 哥哥上个一个月 要上个一个月 没事你就回那么谷呗 人家不要我了 只要你辞职 他们就不会要了 你说我解创也失败了 你要挺住 我哥哥回来了 可以的 可以失败 可以 生前何必久睡 死后定会长眠 对于我来说 只要有事做 我不睡觉都可以 对 你那个泡面好吃吗 好吃 尝一口 我吃一口就好了 小奶奶 想吃吗 我不吃 你吃螺丝面吗 我这有 我觉得姜水面 我是百吃不腻 我可以天天吃 真的 我偶尔吃一顿还行 我偶尔吃我就吃 我偶尔吃 我偶尔吃 我有段时间吃螺丝饭 我觉得很好吃 结果到这里之后 那个带装的 罐装的 你有没有发现 螺丝饭 你很长一段时间不吃 你就能吃完一包 对想他 但你连着吃好几天 你就吃不完了 越吃越不想吃 越吃越不想吃 对 我走了 小伯 电瓶车钥匙拿了没有 拿了 好 拜拜 今天少毛鱼出行 行 那你明天可以晚点过来 吃完午饭过来 跟小男把包打了就可以了 对 单已经弄好了 你别想太多 不会想太多 等一下我走了 你就赶紧洗了 洗了赶紧睡觉 好 去吧 拜拜 拜拜 你要不穿件我的外套吧 你这个上衣 骑电瓶车估计很冷 不用 不用吗 拜拜 到了跟我说一声 注意安全 拜拜 我的妈呀 我终于躺在了这张床上 小男去换衣服洗澡了 我真的是不想动 也不困 反正就是 不想睡觉 就是整个人很困 但是不想睡 我躺一会 一摊 泥一样 太累太累了 小男你去洗 洗完了我去洗 衣服干了没有 小男在是真好 我感觉 很多琐碎的事情 小男都会帮我做 要不你拿我的 那个卫衣给我 蓝色的那个 就我们自己店铺那个 对 我明天就穿这一套吧 穿这个卫衣 穿那个运动裤 对 好像长夏的天气的话 家里天气还是挺暖和的 我看就很多朋友圈 我们之前的一些同学 在场上的发的 都穿的短袖 穿的短裙 都穿这个热不热 我在哪一个短袖 或是下面穿个短袖 明天出发 没什么东西可拿 提个包 带个人 带个身份证就行了 看我们小男 给我把衣服 叠得人正齐齐的 不用叠了 你就放那里 然后反正我明天要穿 看我就可以在这里 又在又在的躺着 从昨天晚上开始睡 然后睡了两个多小时 应该有两个多小时 我现在高铁站了 还有差不多十分钟就检票了 我回长沙了 回湖南了 就穿了一件薄薄的衬衣 不知道冷不冷 好像长夏的温度还是蛮高的 嗓子说话太费劲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见 拜拜